今天 Tamara 好棒喔 好棒喔 可以 我可以 那你要先脫啊 尚力要脫掉 尚力要脫掉啊 我在旁邊嗎 你說 在這裡啊 我這個女生好 我們會停機啦 我幫妳講... 我們這段會撿起來 歡迎 而且西北姐 西北姐就說什麼 歡迎光臨界的女人 我是大英雄 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女生 外表飄飄亮亮的 結果到她家 我的媽呀 超級恐怖的 然後今天就來跟我們分享 這些女明星們呢 阿米家到了家裡下了班 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 然後當然啦 還有一些老師啊 也是看起來好像都 都非常的 你知道 明煙跟男子漢 就是沒想到她回到家 對 覺得她 歡迎柳燕老師 好 又群老師 大家好 我是又群 然後今天呢 有三個小鮮肉要跟我們分享 對不對 然後我是覺得他們三個小帥哥 我個人是覺得很對不起他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第一次來我們節目 就看這麼...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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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殘忍啊 對啊 真的殘忍的事情 Lul brothers 好帥喔 他們三個長得一樣耶 Lul brothers 對啊 brother... 什麼 誰是BIG BLOCK 請自我介紹一下 我老大 我是Lens 我老二 叫什麼 對不起 老大叫什麼 Lens Lens 對 我老二是Mark Mark Mark 我弟弟是Charles Char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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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等一下也要跟我們一起分享他們的 他們也要住在家裡嗎 對... 他們到... 為什麼要住在家裡 什麼東西 為什麼要在我們這麼邋遢的 對啊 好看的人來 不是啊 平常打斷 你要讓來啊 Brothers知道就是說 其實... 真面目嗎 其實真的 這個女生下了班 回到家都是這樣 是真實的 那三位來這邊是 聽說是要來脫衣服的 不是...不是脫衣服 其實我們有兩個活動在... 夏月 十月六號在W Hotel也... 十月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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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十月七號 十月七號 在... 宋營陳平 宋營陳平 對... 我們... 我們希望大家來... 裸體 看見你們 裸體 然後我們有一個這個... Fashion Walk 我們拍在台灣 在台灣拍的 對... 是... 等一下再跟我們分享 他們那個回到家裡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那我剛剛講到 老師你為什麼 回到家要穿女裝 沒有啦 其實這是比較長的 有點類似睡袍睡衣 因為這兩季都流行這種 比較長版的 但他剪裁其實是男人的 是嗎 在家裡裡面很會穿 所以... 所以那個... 就是家居服的睡袍 也有在走流行的 對啊 我說應該有這兩季 家居服 這兩季... 不是 這兩季 時裝週的時候 非常多那種睡衣剪裁的時裝 你問brothers 這應該是for lady的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很娘娘腔 剛剛也說 不想... 笑一次 我想傷害右群老師 對 I'm teacher 特別好 特別好 我覺得這個演一次特別好 特別好 一定很奇怪 但...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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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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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就娘娘腔的意思 I like you 好... 是...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分享的是媽媽 媽媽應該是 第一個回到家就是先揍小孩了吧 對...有點類似 第一個時間回到家 因為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我喜歡回到家的那一刻 把所有衣服都脫掉 然後換上家居服 好期待喔 但是回家 不管你可能剛買熱食回來 或怎麼樣 我都一定要換完衣服洗完點 我才會去吃東西或煮飯 我回家只要有這種濃妝啊 或者是我只有擦防曬出門喔 我回家我還是要先卸掉 你卸妝到洗好澡 對 通常 洗澡也要 洗澡 我就是卸完妝之後 我洗澡還是要再更深層的清潔一次 但是通常這段時間 就是已經過了五六個小時 因為我可能六點多回家 然後我還要先弄小孩睡 還要幫他洗澡 所以你就頂著你 只是先隨意卸了一下妝 對...快速 然後再等六個小時 之後在洗澡的時候 再好好的再洗一次臉 那你那些東西不是有殘留在臉上 還不如不要卸 可是就會覺得 有妝在這邊很不舒服 老師是不是有這種講法 就是說還不如不要卸對不對 對 因為你那個卸 卸不乾淨反而更傷 卸不乾淨了 然後那個東西 因為好像是什麼 戒面還是什麼 活性劑 對不對 真的喔 這樣還不如不要卸 像我都會卸 原來的 我一定要剩錢才卸 原來的妝在... 對啊 我要洗澡 真的... 我要洗的錢才卸 因為我怕小孩認不出我 好了...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一段影片 請看 加油 希望怎麼那麼大 回家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從外面回來的衣服 把它換成在家裡面的居家服 這樣比較舒服 換好居家服之後呢 接下來要做的是 就是先洗臉 先卸妝 然後呢 再去煮飯啊 或者是吃東西 因為我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 我覺得臉上的妝 如果沒有先洗乾淨 或者先卸掉的話 就會沒有回家的感覺 然後就會覺得 一直好像在工作 所以呢 洗臉卸妝 對我來講 是回家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通常要洗臉卸妝呢 我會選擇這一種 就是卸妝 然後就只要靠這一片就搞定了 因為呢 這樣比較省時間 然後呢 我就可以等一下呢 趕快去吃飯啊 或者是陪小孩玩 然後我就會這樣子一張 然後把所有臉上 出去外面的防曬啊 粉底液啊 這類的東西 全部靠這一張擦掉 然後我是不是很快速 然後又省時呢 然後呢 臉洗好了衣服 畫好之後呢 通常我第一件事 好像直接看到肚鞋的感覺 因為他和其他畫畫 他最喜歡畫 哇這好大耶 公主 啊 他畫得很好耶 他畫得很好耶 要做什麼 翻桌 他就組一個大箱 簡單 他不會害羞耶 看一下 因為他媽媽 對 雞母是他很愛玩的遊戲 所以我也要陪他 對雞母 好厲害 犧牲喔 他露點了 還要讓他在漏缸裡面 玩一下水 對 他很喜歡玩水 他是來玩小孩 對啊 就是真的耗小孩時間 你就是只要小孩在家 你就是一直要陪到他睡覺 才會有自己的時間 可是你剛剛用那一張紙 就可以卸妝我很容易 而且我覺得他臉皮膚好可怕 他是好大齒對不對 對 比較快啊 要快速啊 怎麼辦 老師 因為他是天生麗質 他其實皮膚非常好 非常緊實 可是呢 他就是唯一的問題 就是他會比較暗沉 粗魯 對 然後他很粗魯 所以呢 他就會變成 比如說他 他雖然你說almost 30嘛 Yeah 但實際上他可能大概只有20歲 他的肌齡 但他現在看起來大概只有20 已經有25歲了 所以這還可以更好 還可以更好啊 適合他的東西 對 我們幫他來重新卸一下妝好了 好耶 這個卸妝有其實很多彩妝師很喜歡的 他是那個F開頭的 就是離開了台灣 又回來了台灣的這個品牌 離開了台灣 其實我們會發現 很多人在卸妝的時候 可能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5分鐘 10分鐘 可是還是沒有把妝卸乾淨 與其這樣呢 不如選擇一瓶 比較好的卸妝液 讓你的臉 在卸妝的同時 還得到保養的一個滋潤 所以這個品牌 他強調就是無添加 所有對皮膚有刺激的成分 什麼一些有害的防腐劑 礦物油 香料 酒精 統統都沒有 我先幫你做 所以不用再加水 你不用加水 這麼簡單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同樣也是奈米級的樹鏡配方 很清爽對不對 對 好 我先全臉 它比較像精華液的感覺 對 用的時候 沒味道 沒味道 他們家沒味道 用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輕輕的 我就想說你又要幫我卸 然後呢 你先閉一下 我要連你的眼睛也幫你卸 它很好嚕耶 對啊 你會覺得它超滑的 對啊 超好嚕的 而且它的睫毛還有眼線液 全部卸掉 還有眉毛 然後眉毛也是這樣子 然後呢 在鼻翼的部分 建議可以多按摩一下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角栓的配方 角栓是什麼 就是會讓你的毛孔 堵塞髒東西的 那一層 不應該存留在那邊的東西 那它如果代謝 沒代謝乾淨 會粗粗的對不對 粗粗的 會長粉刺 對 它這一個奈米級的樹鏡配方 就是可以幫我們把油呢 把油溶掉 然後呢 把髒東西包起來 家裡用水直接沖掉 會用濕紙巾 好方便 好適合它 就一罐可以卸全臉 那個圓圓 可以卸全臉 那這還要用那個洗面乳嗎 應該要 還要再洗面乳嗎 還要 因為呢這個卸妝液用完之後呢 我們還是要用清潔產品 就是洗面乳 再洗一次 然後你看我已經擦第二次了 把它呢 細微的 比如說眼角 鼻翼 好乾淨喔 對 然後現在呢 而且你們現在摸它 它這樣摸起來就像我用完洗面乳一樣 它現在是滑的對不對 滑滑的 然後是有乾淨的感覺 這一個呢是 它是利用四種呢 奈米級的植物油 所以呢 因為分子已經很小了 所以它當它一包裹到那些粉體 跟髒東西的時候呢 水一沖就帶走了 好方便 這一罐好適合你喔 擦了就很快喔 而且你現在皮膚是超滑的 但是還不夠 我們要幫那個可固執了 然後再來幫它洗臉一樣呢 是這個品牌也是很經典的 就是解鹽粉 你看它也在十幾年前就 就有這個解鹽粉了 然後他們家這經典就是 你一定要加這個 可愛 起泡球 以前就有了喔 以前就有了 我記得我好像高中的時候用過它 高中 高中離我來講是滿久一段時間 所以它真的是力久不算 你在家裡呢 其實就是這樣倒兩次 然後就是這樣 先把那個起泡球沾水 然後就像搓湯圓一樣 就一直搓一直搓 利用這個泡沫來洗 加一點水 就這樣一直洗 皮膚好亮喔 對啊 你轉過來的時候都在亮 真的喔 它皮膚好 它皮膚是真的好 那很好 要不是因為你天生地質 你現在應該有40歲的肌靈 真的 因為生完小孩真的覺得有差 生完小孩的那一兩年 皮膚真的會變糟 要洗臉的時候 也是把泡沫放上去之後 就這樣輕輕的按摩 很多人洗完皮膚會乾是因為呢 清潔產品裡面 它會把我們皮膚角質成的水分帶走 可是這一個節炎粉呢 它有一個呢 叫做水凝胺基酸 它是什麼 它其實呢 是像玻尿 你要自己 自己 自己 他看不到 他看不到 臉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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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水啊 你自己潑 讓你潑水 你先弄你眼睛 不好意思 這是剛剛那個用過的水 開玩笑的 它水還很乾淨 很乾淨 所以代表剛剛滴到 有卸得很乾淨 卸得很乾淨的 你這樣就洗乾淨了 對啊 這樣就洗乾淨了 來 我幫你先端走 好 而且 真的耶 而且這個比較白 很乾淨 很乾淨 你每天都卸妝了 為什麼呢 其實皮膚還是不好 對啊 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你卸妝都沒做徹底 這麼髒的皮膚 你又幫他擦保養品 那反而是 把髒東西越往裡面 對 對 所以你現在呢 就是真的 這麼乾淨 媽咪啊 不能這樣卸妝啦 挑選能快速清潔的卸妝 和系列產品 做好基本的臉部清潔 才能找回少女班的膚質喔 我的車上連吃東西都不行 後來我非常愛車子 後來我有改變我自己 你們在我車上可以吃 但是不能吃可以 會噴汁的 謝謝冰淇淋 好嗎 冰淇淋 其實我床上可以 完美 第二棒我們要看那個 常常在節目上 也為我們犧牲滿大的 薇如 是 他回到我家 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呢 你看 怎麼起來 你家有人耶 對啊 你家怎麼會有人幫我抬 還有一個 屁咧 回家 哭嗎 最好 最好 這是什麼耶 真是很可惜 真是很可惜 真的自己抬的嗎 這正在講 怎麼會都要接下去的 對 他兔子 對啊 我叫他兔寶寶 天 怎麼會更接觸他吵架 他好像不舒服耶 他會跟他另外一隻兔子 真的嗎 對 好可愛喔 好多隻 他已經變動物園了 他現在變動物園了 他現在已經變動物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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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還一直可能會 可以接著嗎 他現在還會運動 我會運動 我會運動 我懶得換衣服真的 而且都沒有換衣服耶 對 然後接下來 對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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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看半局賺了多少錢 對 半局 這整理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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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看這個實在太重 妳為什麼要這樣 不是 我後面為什麼會這樣 妳這樣幹嘛 好了 我就說好了 然後聲音有點閉嘴了 妳相信嗎... 不相信 不相信 好 我承認 我承認因為我一回家的時候 我真的不會彈鋼筋 但是因為我是會這樣 妳會喜歡這樣做瑜伽 我為了影片 妳知道嗎 就是把那音樂剪進去 所以我想說 那就來彈個鋼琴好了 然後我在家裡邊看電視的時候 我真的會運動 可是妳會穿那樣去做瑜伽 我一回家的時候 我不會先馬上換衣服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我要洗完澡之後 我才會換上睡衣 他們兩個倒是都還蠻 家居服都還蠻有型的 還可以 薇如那個應該算是外出服 直接穿回 因為我說今天是不是 他們兩位其實外出都可以穿回 也可以啦 對 然後像我的話 在家裡的話 我就會穿這種就是 飯店的拖鞋 對 飯店的拖鞋 因為飯店拖鞋真的很好穿 然後我回到家的時候 也是就是不會先卸妝 因為我可能想說 晚上可能會有誰約我吃飯 然後跟誰吃飯 對 所以就是 終於直接撐到最後一刻 就是也是要洗澡那一刻才卸 應該常常吧 撐到最後 今天我約 對啊 要去講 妳看妳喜歡我的卸妝 今天很空 對 錢包是因為 因為我一回到家的時候 我也會想要整理錢包 因為我不喜歡錢包很亂 所以我的包包非常的輕 而且像我 像我就是包包的話 我包包都非常的空 就是我只會有一個什麼 因為那麼大 當然空啊 沒有 就是真的東西都很少 就是一個可能化妝包的補妝 化妝包也好小 然後這是我工作才會帶來的話 如果沒有工作的話 我連這都不會帶 然後我就有一個皮夾 然後就裡面整個很空 妳包包好乾淨喔 都沒有屑屑 沒有 因為我包包超多屑屑 我每天都會整理 就是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很亂就是 然後所以我每次 只要換包包的時候 就很明顯就是 我只要把幾樣東西拿出來 我就可以換包包了 不錯 不會說就是要拿一大堆東西 然後倒得亂七八糟的 不錯 放心也不錯啊 回家先喝酒 上床前的最後一道 是喔 先看影片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看 喝了多少酒 好 回家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黃昕 然後大家都想問說 回家之後 明明心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燈花童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就會擔心 你去的地方那個 就是廁所不乾淨 所以有時候會憋尿啊 然後或者是想要 你知道大號 我都覺得不太方便 有時候如果時間 不是太長或什麼的 我都會憋到家裡才上 所以我一回家 我就是要上廁所 待會兒見 沒關係啊 待會兒見 好 還沒換衣服 下來是不是很舒服 我就會先到沙發上 放一下 然後我會 就大概 雖然是換衣服對不對 躺一陣子之後 我們就開始 換衣服 把我的愛配 好 那 我會玩什麼呢 好 再來去看 我會 玩遊戲 然後可能會玩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真的有點累了的時候 我才會 才會準備要卸妝洗澡 洗完澡了 就是睡覺前 要做最後一件事情 我才能夠睡個好覺 那就是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喝一瓶 每天晚上喝一瓶 我是整瓶喝整個小杯的紅酒 好啦 也是拔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是會有個習慣 把這個紅酒的袋子留起來 所以你真的喝一瓶耶 因為你沒有要留給這個人 就是我一個人喝的啊 就是 在那裡喝一瓶都可以在我們家裡的時候 喝完的這個 然後是待會兒我們就把它睡個幾天 對 這也算是一個擺飾 我們現在 沙發上 好好的享受我的紅酒 待會兒就可以上床 好好的睡 這樣 明天又很可愛嗎 乾杯 乾杯 我覺得喝紅酒對女生還不錯啊 就是 不要過量啊 但是真的只會一杯嗎 就是自己一個人在家的話 就會...就一小杯 但如果朋友來就會多喝一點 所以才會有那麼多的塞子這樣 所以我回家第一件事情 我還會... 我會先洗手啦 其實在上廁所之前 因為就覺得外面很髒啊 你回到家 我一定要先洗乾淨 我也是 回家一定先洗手 會覺得外面真的環境上面 很多髒什麼的 就是東摸西摸的 然後上廁所前一定要 沒有 也是先洗手 上完廁所就剛好不用洗 還是會洗... 還是會洗... 好 那我們現在要去凱莉子家 看你在幹嘛 來 請看 好害羞喔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媽媽 我從婚禮回來 我從婚禮回來 然後回家第一件事 把東西放起來 來畫家居服 天啊 好害羞喔 妳這樣一直從... 有沒有 就是... 對 但是因為就是 每次回來就是 妳可以拍照我的床 好可怕喔 天啊 這叫真實 OK 好啊 換家居 好 好 那我換完再往拍 先關掉 好 那我換完 而且我第一次拍我的床 然後... 就是因為 剛剛就是... 因為我是婚禮之前 要去婚禮之前 今天試穿很多衣服 在床的時候怎麼辦 我今天還在陸地而且 我有點浪漫 妳怎麼那麼平靜 因為... 通常是說我媽會 就是... 大聲地咆哮呢 因為她很生氣 我每次都會把 就是... 床堆得很高 可是如果床堆很高的時候呢 我就是... 她是喝醉了 如果我這樣回來很累 也就會懶得整理 所以我就會... 而且等一下就是... 天氣有多很熱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躺在地上 所以我就會就是... 躺在地上 然後先往拍之後呢 隔天早上 再來整我的床 然後因為大家可以看 然後我房間非常的小 所以有時候我爸 就是想要看我有沒有在... 就是... 睡得安穩的時候呢 我就這樣睡 他開我的門 所以常常這邊 都會被撞到 好奇怪喔 地板... 地板一定要常常清潔才行 妳... 聽得懂嗎 看得懂嗎 對... 她的床太多東西了 對... 而且其實好了 我真的很邋遢 我有個壞習慣 就是... 我也會在床上吃東西 或喝東西 我的車上連吃東西都不行 後來我非常愛車子 後來我有改變我自己 我不想要變成一個 討人厭的老太太 所以我都在車上吃便當嗎 你們在我車上可以吃 但是不能吃可以 會噴汁的 鹹酥雞可以嗎 鹹酥雞 妳這樣一口 這樣放進去 但不要講話 可是這樣撐裡面會很舒服 不行 冰棒耶 冰棒的話一滴 冰淇淋也要一口 會滴啊 切冰淇淋好嗎 冰淇淋 來我的床 老抽到什麼都可以 好... 來老師交給你啦 我覺得凱蒂的問題就是 真的跟衣服有關啦 可是我剛剛發現她在家裡 穿的衣服 是目前幾個裡面 我覺得最沒型的 我有好媽媽特質耶 我跟媽媽特質 我也是就是在外面穿到 已經破的衣服捨不得丟 我覺得有點拖線還是什麼的話 就回家穿比較潔潔 因為那樣子破掉的 特別舒服 你看 這邊就一定要破啊 就是到處都有小破洞 我幫凱蒂改一下 改到稍微時尚一點的家居服 好的 那你去換好不好 好 就是你應該一回家 就先抱狗吧 絕對 我一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她喇雞 她很愛 她不單只是就是甜妳 親妳 她就是要伸進妳的嘴巴裡 天啊 我可以回到家先去 先去那個像泰山一樣 這麼可愛 先去練歌嗎 練歌 對 亦凡因為她在錄音了 她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歌手 很厲害 然後不能講話 就是因為錄完音 就是最近常常在錄音 所以使用聲音 所以盡量回到家裡 就不要講話 而且這幾年 因為我弟生了一個小男生 所以他們的活動力是非常強 我會不會知道 所以我只要一回家 她都會 她一定要叫我陪她玩 那我通常都是屬於那種 辦好好姑姑的角色 所以就一定她要幹嘛 我就陪她玩 真的嗎 好 那我們來看看影片 妳給她玩什麼 來 請看 對 哈囉 我剛剛工作 回家了 剛剛在錄音 所以呢 現在呢 到家 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 我不說話了 因為錄音完畢很累 可是今天家裡有一個很吵的人 我覺得很難不說話 好 沒關係 來 到家 好 我刮一個大孔喔 好啦 我出現在鼻屋 好啦 妳幫我擦好不好 因為平常有她在的話會很吵 但是我今天呢 就要玩一個遊戲 就是 不能講話 不能講話 就是玩一個遊戲 就是開大 小朋友都是這種邏輯的用 換衣服 看電視 看電視 我幫妳 換台 換台 還幫妳轉耶 對 好可愛 衛生紙 一個 摸貓 他還可以 按摩 不然貓按摩 哇 然後順便也幫忙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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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在幹嘛 算我不要講話 大家都在外面吃飯聊天 不要去外面了 我定 為什麼要用白板寫字 搞笑喔 搞笑 開始逼妳 對 這幹嘛 我看不到 好 叫我直直輕 好 耶 來 好可愛 好可愛 好熱鬧喔 這影片其實可以看出破寨耶 什麼 因為妳根本不想跟家人講話 以前我的個性真的比較自閉 我一回家就是真的會進房間 後來是因為有小朋友在 所以都習慣說只要一回到家 就是先把 就是髒的衣服換掉之後 然後就去陪小朋友玩 然後所以就是習慣一回到家 坐在客廳裡面活動 那現在是小朋友都會 跑來跑去... 所以他都會跟我分享他的那個 就是好玩的東西 所以都會陪他 那一天剛好是我爸不在 不然他整個會非常樂意 就是一直要跟我講話或什麼的 對 是 那師弟應該一回家就先抱狗吧 絕對 我一回到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他喇雞 他很愛 他不單只是就是舔你 親你 他就是要伸進你的嘴巴裡 天啊 然後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跟他 聊聊天 喇個雞這樣 然後就開始看韓劇吃零食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影片 回到家了 回到家呢 今天事情就是我會跟我的寶貝女兒 就是我的 我養的寵物 咪咪 我都會先跟他管一陣子 然後來跟他聊一聊 今天呢 他在家裡都做些什麼呢 然後有沒有想我啊 我就會先跟他玩一玩 玩一玩之後呢 我會先去 我會先去換衣服 換好衣服了 接下來就可以 到了我的充電時間 我充電時間就是看韓劇 那光看韓劇很無聊嘛 所以我一定都要搭配一些零食 然後我剛剛在上來之前已經先買了 一大袋 一大袋 一大袋的零食 羊魚片是不可以燒的 羊魚片 然後呢 各種口味 還有多利多汁 起司口味是我們最愛 起司口味所以我買兩包起司的 然後還有這個 泡麵不能少 這泡麵是宵夜的老伙伴 然後我把它介紹完了 我通常就是會這樣子躺在床上 然後拿著我的 iPad 然後就開始看我的韓劇啦 拜拜 我怎麼可以這麼瘦 我吃那麼瘦 對啊 妳人好好喔 妳說她瘦 她在我們女軍團是叫小胖耶 她真的一張臉獸 她是臉獸啦 然後我今天有帶我的重頭戲 也太大包了吧 零食喔 可是妳也在床上吃東西對不對 我會在床上 我真的勸妳 妳還不如就吃澱粉就好了 對啊 不要吃這些 我想好都是有炸物的零食 其實妳不吃飯 然後妳不吃肉 然後妳就光吃這些 難怪妳會怕 不是 妳們知道嗎 因為接下來妳們去電影院看電影 也要配爆米花 所以我在家看韓劇 我一定要配很多零食 這樣我才看得下去啊 可是她每一集都有 可見那個劇有多難看 所以她只要一直吃零食 什麼東西 劇有多難看 沒有... 太多了 太多了 三四天的份量 差不多 這在一個月的份量 沒有 三四天我們都會把它吃光耶 因為妳知道 我充電我要充很久 我回到家 我也不會先卸妝 洗澡 不會 我就是先換衣服嘛 然後就 開始摸一摸啊 玩一玩 之後就開始 躺在床上吃零食 看韓劇 然後我大概會 看個一集 要先休息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才去卸妝洗 洗臉洗澡完 然後繼續 等一下再問老師 那個有沒有顯瘦的家居服 所以我們先來看凱莉 好 凱莉的家居服 歡迎妳 好女生 好害羞喔 在家穿這樣耶 怎麼那麼女生 在家穿這樣 而且這個耳朵 很可愛喔 心情好的時候就這樣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這樣 好性感 可以回來了嗎 可以 我難得這樣子的打扮耶 你的手是不是直接掛進去的 沒有啦 我是覺得在家裡有時候 讓自己女生嘛 讓自己心情 有點不自在 心情愉快一點 我覺得在家裡弄這個頭 應該容易 是不是 沒有啦 我剛剛整個就有點不自在 在家裡讓自己心情愉快一點而已 只是做一個造型 那我覺得 你在家裡的話 其實粉色系是最舒服的 最療癒的感覺 它比較不會有壓力 然後呢 我們利用一些 針織或者是毛巾布面的這種 布料啊 或者是那種布杏的東西呢 你會覺得身體很舒服 而且我得說 就是它的襪子裡面還有那個 就是腳膜 對 就是矽膠的 所以你穿的時候 因為大家腳後根不是粗粗的嗎 就是還有那個 你的拖鞋跟你的頭褲是一組 一組的啊 可能是一組的 你看這旁邊都有 小的洞洞 就是你天冷的時候 我們秋冬到了 就可以做暖手的動作 然後呢 這個兔子很可愛 其實它是一隻羊 好可愛喔 對耶 所以它是羊穿熊裝 對 然後呢 它還有很可愛的 也有北極熊 好可愛喔 對 又北極熊的 其實我覺得女生在家裡 可以準備一些這種 因為秋冬到了 女生又很容易這個 比較液含的體質 它裡面有這個 不輕耶 它裡面呢 在腳後跟的地方 有這個矽膠 這個矽膠裡面呢 含有天然的保濕成分 跟這個天然的薰衣草精油 那這怎麼洗啊 它這個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放在冷洗精裡面 然後用水 用手洗去泡這樣就泡 但是久了以後 這個成分就會慢慢的 然後像拖鞋 除了這種很可愛的拖鞋以外呢 女生在家裡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滿有意思的拖鞋 Touch一下 像這種 大家看我右手邊呢 會以為這是小孩的拖鞋 其實這是女生用的 這個伸展腳的 新北姐他們對北極熊 比較有興趣 這是伸展腳的拖鞋 好可愛喔 對 那個凱蒂穿身看 我應該無法吧 沒有 它就是讓你的腳 顛起來 這不是小孩的喔 不是 然後呢 讓你的前腳掌 往前面延伸 它是一種健康的療法 但是我建議大家就是 這種鞋子你穿的時候呢 就是大概五到十分鐘就好了 因為它很累 對 它很累 那像這一雙呢 我自己的還在裡面 我手上這一雙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坡度的喔 它有十度的坡度 所以是往上走的 對 那個我穿看看 它可以拉腳筋對不對 對 它可以讓你的腳 好像在爬上坡一樣 拉筋 拉筋的感覺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穿高跟鞋 這樣子太久了以後 就會比較往後這樣拉 後面的筋一樣 但是它有點拉到你小腿 後面這個筋 對 常穿高跟鞋這樣拉 走路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好像在爬上坡 那這個是拉哪裡 它是往下 反過來 它是往下 讓你的前腳掌 往前可以伸展 因為你前腳掌會施力 你的後腳跟是沒有 是空的 所以你前腳掌施力的時候 你會一直往前伸展 讓你的腳有一個伸展 跟舒緩的空間 我覺得這兩個鞋子 還滿有意思的 那服裝本身呢 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些 比較可愛的家居服 比方說像這種毛巾料的 全部都是毛巾料的這種上衣 然後這上衣旁邊 在林口的地方 它也有做比較高的微波 所以在秋冬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會有著涼的問題 那它底下呢 配上一個棉質的褲子 這棉質褲子上面 也有很可愛的這種拼接的 也是毛巾布料的 像是襪套一樣 所以就省去了你 要穿很多件的那個困擾 不是 或者是像 像這一件也很可愛 好可愛喔 這一件毛巾布料的 很舒服 而且它裙料都好舒服 它是裙子喔 它是洋裝類的 洋裝式的 那如果女生是比較優雅 比較文靜的女生 我覺得可以穿這種 比較舒服的感覺 或者是像這樣子 也是毛巾布的 然後一整組 條紋式的 好可愛喔 因為我覺得毛巾布料的是 真的在這個家裡的時候 非常有這種療癒的一個感覺 因為今天真的是 穿毛巾布料就覺得暖暖 看起來也覺得好舒服喔 我冬天在家裡是穿那種 就是穿得爛的帽T 對 也有這種比較短板的 有短褲耶 對 有短褲的 比較可愛一點點 是像這種啊 洗是不是要放在洗衣套裡面 沒錯 要放在洗衣套裡面 但是它會越掛越長 對 它會拉長 我跟大家講 像這種 如果你們在掛的時候 最好是把它對折以後 然後呢 就是不要讓它整個 是用夾子夾起來 直接放著 然後讓它的水自動立下來 之後呢 過一天把它 對 把它平放 不要馬上一直這樣垂掉著 一直垂掉著的時候 因為重力的關係 這個衣服容易變形 但是不能烘對不對 千萬不能烘 這種烘的話 它一定會縮水的 會變很小 對 會變很小 然後這一件很可愛 它旁邊還有這個小小的帽子 很可愛 上面有熊熊 還有耳朵 很可愛 對 然後如果說你是比較喜歡 歐美派的女生呢 其實也有一些 比較歐美型的睡衣 比方說像這一件 沙拉媽咪駕到 老師 這件好像跟料子 感覺好好喔 這件才適合你啊 沒有啦 老師 你穿一下嘛 我要講 這件是非常有名的 比利時的品牌 然後非常多這種名媛貴婦 都非常喜歡穿 因為它裡面的絲質 欣美姐摸摸看就知道 它叫做里昂絲 你一摸你就會有畫面 你就覺得你家裡 應該要有一個樓梯走下來那種 就是叫樓梯 因為這個里昂絲呢 它要旋轉這樣走下來 它用的這個里昂絲 跟那個愛馬仕的絲巾 是用同一種絲巾的材質 而且感覺我家裡外面 還有那個游泳池 對 然後有水晶燈 然後那天還要拿個對面 然後妳看...妳看她的小褲褲 好性感喔 真的太美了吧 她的小褲褲 然後這個蕾絲叫做 香蒂莉絲 它也是名媛貴族 他們結婚的時候會用的蕾絲 好有畫面喔 另外這一款是義大利品牌的 這個上面也有非常多 這個香蒂莉蕾絲 這個被譽為是睡衣界的勞絲 真的嗎 所以去摸她的絲巾 超級舒服的 上班應該也可以 對啊 因為她這種 都已經時裝化 像她的這個領片的地方 做的就像我們西裝外套的領片一樣 或者是像這個坦克背心 也是她旁邊 有非常漂亮的這個絲巾 所以如果妳在家居的時候 妳又想要偶爾有一點點 外出時尚的感覺的話 其實這種歐美品牌的 其實滿適合她家居 這超級舒服的 而且是很優雅 很有氣質的感覺 凱蒂也太可愛了吧 戴上兔耳朵 手上哪一隻可暖手的娃娃 最可愛的賈女就是你啦 等一下啦 哥哥 欣梅姐都不要講了 大和 大和 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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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帥 好神奇喔 最後我畫 來了...我們看他們三兄弟回去這樣 先...要幹嘛 有...有脫衣服的嗎 不需要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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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 我們來看看 大家好 我們是Loo Brothers 我是Lance 老大 我是Mark 老二 我是Charles 弟弟 OK 所以你們現在收工回來對不對 對 很累嗎 非常累 今天 OK 好 觀眾想知道說 你們收工之後你們會做什麼呢 啊... 好 你可以先跟我去洗手 好啊 Mark 你要 會做什麼呢 啊...現在脫衣服 哇... 所以收工之後你先脫衣服 現在脫衣服 因為脫了不舒服 不舒服 不舒服... 所以我脫衣服 然後... 脫完衣服來做什麼 做什麼 對 現在我... 繼續脫衣服 放洗臉 然後... 螢火洗澡 當然是我... 可以... 為什麼要留在上面那個 因為我怕你洗澡就對了 為什麼 可以嗎... 不可以... 再見 拜拜 對啊 我看點吃 馬克練得很好 然後... 查一下有什麼喝 後來之後 就會先看什麼東西好吃就對了 有可樂 我最喜歡 有什麼吃 不是 蘋果 他們現在還在吃 OK 好... 那你呢 我... 我喜歡換衣服 因為我非常累 今天... 不是剛脫衣服 沒睡覺好 那我三個拍 不行 很像一火 我回到家 想先休息一下就對了 對... 明白... 那我可以看一下 你平常在家 怎麼樣休息嗎 不可能 我換衣服現在 不可能 可以看一下嗎 不可能 OK 好啦 所以你們現在去睡覺了是不是 對... OK 睡覺 拜拜 再見 還有一個沒脫 沒脫 線條練得很好 對 手衣的線條很好看 其實要當他們兄弟也很累 因為三個人都得練很好 如果有一個人練不好 就是不能比較 對... 有這個壓力 有一點壓力 剛剛是哥哥沒有脫衣服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 你要等到現場來 沒有 這個月剛好今天不方便 對 太多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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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下啦 哥哥 欣梅姐都這樣講了 對啊 很不妥喔 大個... 大個... 妳的經紀人手 剛剛都是OK的 經紀人手嗎 對啊 真的嗎 點頭皮腦蒜 對啊 我繼續... 我繼續... 踩掉不是他很多 我繼續... 他可以... 好嗎 可以... 這幾滴 唸得很好耶 好多啊 而且是... 我們要看的原因是因為想要知道 有沒有跟那個寫真書是一樣的 有沒有修 不修... 不修... 不修一個 我不信... 三個都要說一次啊 你小心 你們可以選擇 你們可以選擇 一個是卸妝 坐這邊 什麼 洗臉 或偶爾 偶爾還是... 或者去換衣服 這套給你啊 換什麼的衣服 這個就是男生啊 我自己也是不太... Mark... 這種不太... 不太男生 OK啦 這個啊... 這個啊 這個不錯... 我覺得... 那件OK啊 還可以 真的嗎 那件很像Mafia會穿的 但裡面不能穿喔 但裡面不能穿 好 我可以... 這個啊 那你要先脫啊 上衣要脫掉 上衣要脫掉啊 我們... 在旁邊嗎 你說 在這裡啊 你不要跑 我們會停機啊 我幫你擋... 我幫你擋... 我們這一段會剪你擋 幫你... 而且西北姐 西北姐都說什麼 你們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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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 好性感 性感 對不對 帥 哥哥都想穿了 Try... Try... 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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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不要... 你不要... 我再挑一個... 你有朋友挑一個 帥氣耶 真的在選 這個好不好 對... 這個好... 這個可以喔 休息一下 你們怎麼覺得 這個... 太棒了 OK啊 OK啊 Try... 衣服一定要試 對 要試才知道舒不舒服 才知道舒不舒服 所有的衣服 好... 幫我 好 你練得真的好 這種服力 真的有賽 是喔 沒了 沒了 好 放鬆 等一下 放鬆一下 真的 他那個線條 練得很好耶 秀... 秀給大家 走一下... 不要扣了 不要扣... 扣太女生了 其實扣起來很像女生 帥耶 帥氣耶 對啊 你不覺得會武功嗎 我覺得... 她的寫真書 應該都不是修圖的 你看 都是真的 真材實尿 好厲害耶 OK... OK 如果想要知道 他們的詳細資料 在11月6號 7號 7號 WHOT 還有松菸 可以看到你們對不對 對 在2點到4點 2點到4點 OK 快點 我們Ending來一個完美 Perfect的Ending 對Ending Perfect Ending 有 還有我的... 我老師也要拖了 老師... 老師是說穿衣服 好厲害喔 我以為老師也要拖了 老師是要借給他穿嗎 為了你 沒有啦 沒有啦 走秀... 來... 好... OK... 很愛穿睡衣 是... 來 三個一起走秀... 我們三個一起... 不要扣... 帥氣... 帥... 謝謝 也可以上我們的粉絲網站 知道他們的行動好不好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